嗨,我是小V小姐 今天要介绍的书是 坏脾气小孩,不是坏小孩 孩子常常和别人起冲突 甚至出现打人的行为 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常常觉得专家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 欢迎来看这一集 作者是非盈利机构 平衡生活中心的创始人 罗斯·格林博士 本身是精神医学及心理学的副教授 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 这个非盈利组织主要想创造的是 希望可以用机械与孩子合作的教养方法 来取代打骂教育 他们拍摄的纪录片《失吃的孩子》 更是在2018、2019年诸多电影节获得肯定 在这支影片的介绍栏有放机构 跟纪录片的连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查看 在前面1到5章节 作者去解释 为什么专家跟你说的方法 常常对情绪障碍的孩子不管用 孩子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老师出现问题行为 以及讲诚制度为什么没有效 中间6到9章节提出他倡导的解决方法 Plan B 执行的要点 中途可能遇到的状况 要如何改善 最后聊的是 怎么将Plan B 应用在手足之间跟学校 话不多说 开始说故事吧 周六早上 11岁的Jennifer 起床先整理一下床铺 环顾一下房间 确定所有物品都完好无恙后 去厨房准备早餐 她打开冷冻库 看了一会儿 拿出冷冻松饼的盒子 数了数里面有6块松饼 她盘算着 我今天要吃3块 明天要吃3块 Jennifer把3块松饼烤过之后 便坐下来吃 不久妈妈和弟弟来到了厨房 妈妈问弟弟早餐要吃什么 弟弟回答说 松饼 于是妈妈从冷冻库拿出了松饼 这时候 一旁专心听他们对话的Jennifer 突然大发脾气 大不敢吃松饼 Jennifer一下张红了脸 大声喊叫着 Why 妈妈问 她的声调上扬 因为设下的这几块松饼 是我明天早上要吃的 Jennifer跳下椅子 大声喊叫 我就是要给你弟弟吃松饼啊 妈妈吼回去 她不敢吃这几块松饼啦 Jennifer跟妈妈面对面大声吼叫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 或许你我身旁都出现过另一个Jennifer一家 每天都在上演类似的状况 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边 作者提到的观点是 不是孩子不想做 而是他做不到 孩子之所以会出现情绪行为障碍 是因为他们缺乏表现出一般行为的技巧 可能是应变能力 适应力 挫折忍受度 问题解决能力等等 挫折将孩子缺乏的技能称为 滞后技能 将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问题称为 未解问题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 去理解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情绪行为障碍 第二步就是 去观察你的孩子 在什么时候 会出现情绪行为障碍 久而久之就会发现 诶 这些问题行为 以及情绪行为障碍 好像渐渐的变得可以被预测 自然的就可以找到控制情事的方法 让生活在短期之间得到平静 或许你会说 不行啊 我想要永远根治 他每天这样给我闹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其实 一个巴掌拍不响 情绪行为障碍 绝非孩子一个人造成的 你需要调整的 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时机 还要调整你过去解决问题的习惯 作者假设 孩子缺乏的并非动机 而是技能 应该聚焦的并非他所做的行为 而是问题本身 因此 并非针对行为进行讲诚制度 应该要预先解决那些问题 而非等到事情白热化之后 才开始解决 好 现在终于要进入这本书最大的观点 面对未解问题的三个计划 在介绍三个计划之前必须要强调 这边 重点不是要争论你之前是不是用错方法了 而是你我都应该知道 我们有这三种方法 至于哪种方法好 就要看用法以及时机 首先 Plan A 把大人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 单方面的解决问题 通常会用 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决定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比 因为你去公园都会跟别人吵架 所以我今天决定不带你去了 还记得刚刚说的吗 情绪行为障碍会发生在 爸妈对孩子提出的要求 超出他所拥有的调试技能的时候 对无法应付Plan A的孩子 行使Plan A 等于是在要求没有能力 适当回应的孩子做出适当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 不适当的回应 在多数的孩子出现情绪行为障碍时 若爸妈回想一下 通常就会发现 情绪行为的出现之前 自己正在使用的方法就是Plan A 作者并不是很推崇这个处理方法 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对你的孩子有所要求 也不代表你不能使用Plan A 代表是爸妈能理解为什么就连最频繁的问题都会造成孩子情绪行为障碍 并且愿意改变这样的现状 使用Plan B的爸妈依然可以掌控大局 甚至比过去更能掌控情绪 Plan B唯一的缺点就是 就是一个很难执行的计划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爸妈只要练习几次就会渐入家境 Plan B包含三个阶段 阶段一 同理心阶段 你需要从孩子身上收集资讯 理解他对特定未解问题的忧虑或观点 阶段二 定义问题阶段 你要与孩子讨论你对于该问题的忧虑或观点 最后是邀请阶段 你要和孩子取得共识 讨论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并且让双方都满意 继续来看Plan C 放下不等于放弃的权宜之计 请记得 你要和孩子一起解决的问题可能很多 不可能一口气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聚焦在最优先需要解决的未解问题 在使用Plan C的时候 父母必须要缜密的思考 选择要把哪些特定的期望暂时放下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你无法立即的达成某些目标 但是优点就是你可以避免意识无法解决的冲突 因此你和孩子都可以更专心的处理剩下的未解问题 在下集我会会准Plan B比较好理解 跟上手的内容和大家分享 好啦 今天的10分钟育儿宝典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想要看什么育儿相关的书籍 以及想要我讲什么样的主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让我们一起专研育儿书 陪孩子快乐成长吧 拜拜